聚齐我想就请各位自己再试试看 如果说我不录聚齐 但是也可以做出一样的结果的话 怎么做 其实你可以拿前一个范例 这个门号公式 甚至你门号公式跟清除这一段 甚至你可以Ctrl C Ctrl V 也可以来改 因为它的结构都一样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工作表复制一个叫VBA 第二个的话我要在这边做三个按钮 然后一个制定函数 怎么做 一开发人员 二Visual Basic 三按右键插入模组 反正以后你就干脆把那个步骤都 用那个SOP 你就写下来 一二三四 反正照着做 多做几遍你其实就OK了 没有复杂 只是我发现有些同学万事起头难 虽然步骤不多 可是每次看他都找半天 还找不到 OK 没有那么复杂 你也非要把东西弄那么复杂 就是插入模组就对了 里面的话就是我要什么呢 比如说我希望在这边做一个刮弧自串的公式 OK 所以我把刚刚的公式贴上了 比如说拿这个来改一位 可以 把这边改成什么呢 改成叫刮弧自串 所以这边的话 刮弧自串 没有 可不可以改可以 也就如果你不会写了 反正以后拿范本来改 所以最后最好是都 其实很多东西应该也找得到 网路上应该也不难找 只是说你要看得懂 贴过来会改 至少会改吧 OK 那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第2列 有没有 从第2列到第10列 这边会改22到10 然后输出 特别是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里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b 有没有 b 栏 这个数字指的是你要输出到哪一栏 后面的话就是那个公式 那个公式的话就是 最后留下什么 两个双引号 然后把公式贴到双引号里面 可是公式贴过来之前有两个原则 第1个有没有双引号 有把它取代成这个公式 所以1把这个复制之后取消 2贴到记事本里面用取代 记事本打开嘛 贴上编辑取代 一个变两个取代一下 再把这一串呢 复制有没有 贴到我们刚刚的这个里面 好 再来怎么样呢 把这里面的2有没有 2通通变成i 变i的方法 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 你就被口诀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加个i 比较好 ok 然后再把and前后加空白 反正以后不管了 你闭着眼睛做熟了 这应该就差不多 一样了 不管哪里 如果你的变数是叫i的话 如果以后你叫别的名称 你不要也打个i ok 你就换个名称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反正其实程式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一个字都不能错 而且需要背的东西也很多 但是我尽量不要给大家太多东西 你只要把最重要的部分记熟就好了 其他暂时不知道没有关系 我们等到你们熟了 我们再慢慢加一点 再慢慢加一点 ok 你就慢慢慢慢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 你写程式也没人就这样就run就ok 就事情就做完了 有个同学以前很厉害 把我教的全部凑加他工作 一个早上的事情 一个按键按下去 他说事情就做完了 对不对 所以他剩下的时间怎么样 他就可以去慢慢吃早餐 慢慢摸一摸 对不对 也不能太早让老板知道他事情做完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时间 他可以做什么 他就说他可以再练习BPA 他就把BPA练到一个如我存心的境界了 所以他已经 之后其实他对工作已经非常的纯熟了 剩下来就是他可以再学很多东西了 反正时间 除非老板会给他增加薪水 不然他不可能说马上让老板知道他事情做完了 对他就很空闲 还可以 Line 然后FB还可以跟人家聊天 有些同学会在FB上跟我聊天 我说你不忙吗 你之前不是很忙吗 他说不会啊 自从学了吴老师的VBA之后再也不忙了 时间就很多了 真的哦 OK 之前我还有看一个 一个学员他本来很忙碌 一直加班 一个男的后来因为学了之后 有一点夸张 他晚上还有时间跟他老婆约会吃大餐 他还有拖出来 后来没有多久了 就听说他又有一个小baby叫出生 OK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是不是说在那个工作 我是觉得工作上面的方法 加以改变之后 可能你的工作的那种压力 可能慢慢就会比较小 因为你的时间变多了嘛 那你就可以很有信心的去处理更多的事情 而不是说每次都卡在一些可能滋味 像这种东西说真的 你要找一个助理帮你做也是 他也不可能做很快 反正他一直做从位 那你倒不如就写个程式 让他自动跑完就算了 OK 大概是这样 特别最后哦 刚刚的动作 把这一段再贴到这三个 2盖过去就好了 OK 特别最后双引号到双引号 复制 贴到2跟2中间 贴上 把它贴上 贴记得这个技巧是选取 再按右键 不要选错 贴上就好了 好 程式就写完了 清除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也是for i 等于第2列到第10列 然后把哪一列清掉 把b栏给清掉 这样就OK了 所以我们已经做好两个按钮 这个就可以把它缩小放旁边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执行看看 这边先清除 没有了 再执行它 会不会结果出来 结果出来了 其实 这个结果跟录制聚集一样吧 不过我是觉得录制聚集 感觉就是没什么feel 程式是自己写的 感觉是自己生出来的 聚集好像感觉是 莫名其妙就变出来了 OK 所以当然建议 我是觉得可以的话 自己写会比较OK 不过我们这个写完之后 后面再延伸就是说 如果关乎自串 我不要公式 里面就是结果 空的就保住空的 有资料就有资料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你会发现里面空的 但是里面还是一串公式 所以如果你储存 储存档案的时候 如果你是用那个丢结果 里面空的 不会占空间 但是丢公式会占空间 尤其你资料越大的话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切换给各位 有些地方可以用贴的 没有关系 反正建议 请你保留那个什么 范本 要不就是说 你干脆写在一个 你的笔记上面 反正那个范本 以后都会出现 你就拿那个范本来 做一个微服的修改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没有人说那么聪明 马上把这些城市 全部都背起来 像我刚开始也是这样 其实我刚开始很认真 我就抄很多的笔记 哪一种范例怎么写 哪一种范例怎么写 然后照着改 慢慢改熟了之后 那些都可以丢掉 OK 不过如果你们现在还不太熟的话 我是建议可以去拿一些范本 来做一些修改 然后并且多在你的工作上做练习 然后尽量如果可以的话 提高你的工作效率之后 你会更有时间去做更多的练习 这样的话相对也是一个正向循环 因为你会越来越有时间 OK 而且对于工作 你会发现越来有信心 不怕没有 不怕这个资料太多 就怕没资料而已 像这种东西来处理 更大量的资料 都是错错有余 OK 就怕没资料而已 请各位试一下